他怎么样我都与他回头拍 回头救女友 百分之七十烧伤 孝子恐截肢 说起救女友的宝贝孙 阿嬷心疼雨带哽咽 刚退伍的台中房仲业务员 二十五岁刘国胜 上周六带着交往两年的女友王敏华 和六个朋友到八仙乐园 参加彩色派对 她站在舞台前方 当晚八点多突然冒火 轻急下她拉着女友的手快跑 跑到一半发现拉错人 她赶紧将女子送到安全地方 再回头找女友 却找不到 她因被人潮阻挡 走避不及惨招活问 她送一张眼的第一句话 女友全身百分之五十四二度烧伤 而她却百分之七十三度烧烫伤 恐有节肢之余 就是没有完整的皮肤 脚都没有了 可以讲话 你有特别出什么吗 有啊就是痛嘛 出了痛还是痛嘛 刘国胜父母在南投信义乡 种葡萄为生 养活一对子女 刘国胜高中毕业入伍 当志愿义献兵 每逢放假不出去玩 都回老家帮忙种葡萄 你招回他就回来帮阿嬷 回来阿嬷你有钱吗 就这样给我们 他真的很乖很听话 刘爸爸满事不舍 对于赔偿也不抱期待 希望你不要忙 我们全力来谢谢 谢谢 向苹果爆料最有力 照片一千元 影片两千元 赵金送给你 我再捐款 每周点阅数最高前三名 正送你iPhone6手机 人人都是记者 爆料一举数得 爆料请打电话或APP电邮 等各种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